福建人爱吃的醉排骨也能这样做才好吃 外酥里嫩酸甜可口 先为了给年夜放上添一道硬菜 首先准备30块钱的排骨 倒入一勺面粉 倒入少许清水 用手抓拌一会儿 再用流水清洗几遍 洗几排骨的泻水 洗干净泪干水放入碗里 倒入一小勺烟 一勺白酒时炸出来的排骨更酥脆 再打入一个鸡蛋 用手充分的抓拌均匀 抓拌均匀后再倒入适量的地瓜粉 再把它抓拌一下 抓拌至地瓜粉化开 然后腌制20分钟使它入味 空前时间用一把蒜拍散 再把它切碎碎的 切好放入碗里 接下来调最排骨的糖醋汁 碗中倒入三勺白糖 三勺白醋 糖和醋一样多 然后倒入一勺料酒 两勺生抽 一勺香油 两勺番茄酱 再倒入一勺芝麻酱时 醉排骨更香 少血盐 适量的胡椒粉 13香 这样非常好吃的 醉排骨酱料就调好了 起锅烧油用筷子放入 立即猫泡泡时 就可以放入排骨杂拉 一块一块的放入 防止粘连在一起 先别急着去翻动它 等炸至定型后翻一面炸 用中火慢慢的炸 把它炸至外表金黄 然后用肉勺捞起沥干油 今天的排骨粉 裹得比较厚一点 想要更酥脆一点 等油温升高时 放入排骨复炸 把它复炸个一分钟 把它炸至外表金黄酥脆 捞起沥干油 换碗里 再把调料汁倒入排骨的上面 这一步是不需要下锅的 用勺子翻半斤以后 让它腌制三分钟 不见对排骨也因此而得名的 再准备一颗西兰花 用刀把它切小块 取锅烧开水放入西兰花焯水 把西兰花焯熟即可捞起 放一盘备用 把腌制好的排骨放入盘子里 把汤汁也淋在上面 再把超熟的西兰花 摆在排骨的旁边 这样好看又好吃的 福建醉排骨就做好啦 外酥里嫩酸甜可口 年夜换上来一道 蚝蚝富贵花开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是明显 我们明天见拜拜